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卡利·阿布巴卡今天发表文告宣布 反恐特别部队在这个月15号到21号 成功在击打吉兰丹、霹雳、雪兰儿和柔佛 逮捕9名疑似恐怖分子 其中一名在霹雳落网的31岁嫌犯 涉嫌向印尼神全国极端分子索取炸药 企图在霹雳打巴警局发动恐怖炸弹袭击 另外一名27岁嫌犯 承认资助前往叙利亚参与武装活动的我国公民 并成功招募一名28岁嫌犯加入行列 但这名男子还没有出发就已经落网 另外4名嫌犯则涉嫌协助神全国招募新兵 资助武装分子 以及企图前往叙利亚和菲律宾参与圣战 9人在刑事法典第574 也就是涉嫌参与恐怖主义活动条文下落网查办 警方将援引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 第747条文调查权案 第747条文调查案 第747条文调查案